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川崩断 黄河倒流 被认为是我国意识上最严重的灾难 死亡记录更是至今都没被打破 陕西省原本就是我国地震活跃的地区之一 自从有史料记载以来 陕西共发生有感地震400多次 破坏性地震60多次 不过 华县地震仍是最具有毁灭性的 地震发生后 受到影响的地区损失惨重 大量民房倒塌 关树 庙宇 书院等建筑并没废墟 西安的小雁塔本来有15层 华县地震中直接震活了塔嶺两层 成了现在13层的模样 另外 此次地震人员伤亡数古今未有 也有一定的原因 地震发生时 正值12月12日子时 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前 而且还是隆冬季节 古时候人们都会早早睡觉 何况是在冬天 所以地震时 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埋在了房屋之下 此外 西北一带的居民喜欢住在窑洞里 滑溅地震造成了严重的黄土滑坡和崩塌 窑洞直接就被掩埋了 再加上震后没能做好防疫工作 导致瘟疫流行 也有很多人就这样病死了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历皇帝更是懒得出奇 当了48年皇帝 30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灵幕后 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万历即可观看